讲的那个程式 其实你就找到那个数学函数的程式码 打开来其实就有刚刚的东西 包含公式 包含函数 再包含等一下讲的这个 我们写好的VBA部分 如果你程式打了比较慢的同学 或者是说你有些细节忘了 没关系 你可以再参考一下 这个云端上面的参考答案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 如果我希望呢 刚刚的部分 可以把它变成VBA 那我答案第一个 具体的东西 这个是Sub 假设我今天有三个按钮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月考公式是说 我用丢公式的方法 这个月考是我在VBA处理完 再把结果丢过来 它一个清楚 这个应该没问题 清楚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输出 看到结果 那它跟它 你其实在外面月考 其实结果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差别在哪里呢 一个是丢公式 把三波打丢到里面来 一个是丢最后的结果 OK 这两者 特别说 其实前面都有讲过 只是说你有没有懂得 变一个样子 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 如果你假设变一个样子 你写不出来 那表示你不够熟练 不够熟练怎么办呢 回去真的要多练习 因为后面的东西就是从这个部分 慢慢去做变化的 你工作里面的用法 其实也跟这个一样 里面一定会跑个回圈 所以 假设我们第一个 这个公式 输出公式怎么做 其实慢慢我建议 如果你实在不熟 你就是自己写一个SOP 反正就慢慢 一 做什么 二做什么三四五 你就照着做 保证一定做出来 而且流程并不多 所以如果你要产生一个 丢公式的按钮 第一步的话 一定是先把 这个visual bag叫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需要的是月考 几件公式 所以一 把visual bag叫出来 二的话 直接在这里面怎么样 插入一个 第一个记得一定要在这边 先增加一个模组 按右键插入模组 再来的话 直接把模组打开 预设这边是空白的 没有东西 我们在这个地方插入 再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程序的名称 就叫月考公式的SOP 接下来做什么 就是跑个回圈 所以基本上 这边应该是这样 for I等于什么 我今天希望 他帮我输出到 从第十三列开始 到他的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我讲过 A13 向下追踪 因为这个讲了很多次 所以这个要守 应该没问题吧 接下来要怎么丢公式呢 那丢公式要丢到哪一个 储存格里面 你要告诉他 我要丢到的储存格是在哪里呢 其实大部分我建议 你这个浮动一下 浮动的好处是你看一下 我要丢到这个这边 我先把里面资料先清空 清空其实就是 等于是怎么样 把这一栏整个清空 他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Sales 第几列呢 第I列 因为Sales要先跟他讲哪一列 第他是13 13列 哪一栏 第I栏 所以以后你就看什么 这边是I栏 所以这边就是打一个I就可以了 有没有 其他的因为要往下嘛 所以13 到他的最下面一列 OK 这个地方如果空的话 是等于什么 丢没有东西 所以如果这样子写清楚了 OK 那可是我现在不是清楚了 我现在是什么 我现在是 希望在里面丢公式 到里面去 所以丢公式 我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切到 刚刚的公式 假设你已经有写好的 那你就是把这公式复制 不过复制之前 你可能要注意几点 第一个公式里面有没有双以后 如果有的话变两个 好像上次上个才讲到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里面有列号 那为什么知道有列号呢 你可以13 下一个14 哎 有没有发现 如果有变动的地方的话 实际上这个 跟这个就要把它改成I OK 所以大概知道原理原则之后 把这个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 记得按取消 因为如果没有取消的话 它会变卡住了 它牵不过来 OK 就记得 就是复制取消 然后把公式贴到哪里 贴到双引号里面 贴上 然后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有同学 好像自己看到 这边一个等号 这边一个等号 感觉好像这个等号不要 他就自己这样把它删掉 不行 贴上什么就是什么 你不要没事自己制作主张 特别是要程式 真的要完全不能有一点点的错误 不然它会跑错 然后再来的话你可以先 当然你写完这样 直接按执行的话 它会出现 不过只有出现第一个成绩 以后的成绩就是要改这个 把13改成I 那13怎么改成I呢 还有印象吗 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and e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好 为什么啦 前面有解释过 如果你有些细节 还是无法理解 请各位回头再看 然后这边加空白 and前后加空白 好这样的话呢 我就做了一个 这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修改的 那下一个做一样的事情 那一样的事情 那样的事情不用重做啦 比较聪明的做法 应该是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怎么样呢 再贴到13的位置 好 大功告成 好可以理解吧 所以才三行乘四 不过这三行乘四 如果你会的话 其实效用还蛮大的 因为以后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丢公式的 就可以马上变按钮了 这个方法其实是在目前 BBA里面最简便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执行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它的结果就会是我们这边看到的 那差别是什么呢 它没有小数 这个没有小数点 如果我今天希望小数点去掉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有一个属性叫 Lumber Formate Local 就像我这边如果把它改成小数点的第一位的话 按右键除存格式 你可以把里面 如果它是小数点第一位 就0.0 就是小数点第一位 如果你要整数的话 其实就是加一个0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如果整数就是0 那假设说我今天希望把按右键除存格式 这个动作变成VBA里面的一行程式的话 那其实你最后这边可以再加一行 就是在这个下方吧 因为我这一行是输出输出公式到除存格 那你在下面再打一个Enter 打一个Sales 先不要打瓜糊 先点一下 刚刚按滑鼠右键 有一个什么呢 除存格式 其实对应到那个VBA程式 它有个属性叫Lumber 打一个N 大概就会出现了 其实你不用特别背 我的习惯是记一个开头 它开头一定叫Lumber Formate Local 那这个Lumber Formate Local 实际上就等同是按滑鼠右键 里面的储存格式 制定的那个部分 那所以你等于什么 等于后面 我就给它一个双引号 里面放个0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把刚刚那个制定那个地方 功能放到这边来 那最后记得 把瓜糊再放进来 复制一下 我前面讲过了 因为为什么瓜糊最后放 因为如果你加了瓜糊 你点下去它不会有清单 OK 所以 那当然如果你未来 你背得起来 这个属性名称 你当然可以打 不过如果说你背不起来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 瓜糊最后再放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再加了一个 这个动作 它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其实特别之后 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程式停在这里一下 好各位有没有办法 84.4 那再来我按F8 就下一行的意思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Lumber format local 实际上就等同我按右键 出售的格式 把里面的制定改为0 就而已了 大概就同样的动作 只是说 我把它放到VBA里面 就是一行程式 OK 其他的话都一样 所以我就让它全部执行 小数点 自动不见了 所以特别之后 这边我有多加一个叫Lumber format local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格式化 你要输出资料之后的格式化 OK 以后你就是可以改变双引号里面的东西 所以以后 只要有任何的格式 你通通都可以 哪一个地方都可以按右键 出售的格式 这边制定一下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把它放到那个Lumber format local里面 就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清除应该比较简单 所以你刚刚清除可以先做月考清除 然后再丢公式到储存格里面 并且格式化 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 如果我今天 我不是要丢公式 我是要丢结果的话 另外这个立方该怎么做 所以输出 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输出里面没有公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